哈喽靳音老师你好 哈喽你好大哥 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黄靳 那目前的身份就是和服老师 那还有教色彩学的部分 那另外自己也有业余的兴趣画画 所以也有在教艺术相关的美学的部分 好你从这个领域接触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如果是和服的部分的话 应该有十几年了 是 对那如果是艺术美学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从蛮小的时候 可能看妈妈在做进口服饰的贩卖 所以就很喜欢服饰相关设计的 那当然也会带动到艺术相关的部分 所以从小就蛮喜欢这部分的东西 那这些领域跟你的个人职场有关系吗 还是跟早期念书有关系 以前念的是高纸可能广望科 那后来之后可能有出社会工作 那后来有再回去学校念书 那是念比较跟服装相关 美容设计有关的东西 对 那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最近又回头去念就 已经毕业了 对 然后现在有可能未来会再考虑再进修这样子 所以早年对这方面 日本的文化跟美学有兴趣 是因为个人兴趣喜欢 对对对就喜欢美学的东西 所以因为美学东西其实跟艺术史相关也都有年代的关系 那包含其实服装的部分跟艺术史也是有关的 所以就是通过服装然后再去看艺术史 然后还有色彩学部分觉得很有趣 你个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先从服装有兴趣才开始接触到日本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 那又跟你早期你妈妈做服装进出口有关系 对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我幼稚园的时候 他就是在做类似跑单帮的工作 就是去日本或是去香港然后带货回来 那那时候的博来品其实是蛮高档的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都会带国外的杂志回来 所以从小可能印象中没什么看童话故事 可能都是看妈妈带回来的那些国外杂志 那看上面的那些服装的照片就觉得很喜欢 所以早期跑单帮是一个高报酬的行业对不对 我觉得是 因为一般人没有能力去跑 对不然很难养到那么多孩子 是是是然后你就无形中你就吸收进来 对就是可能对于妈妈带回来的服饰啊 那些衣服都很感兴趣 去香港话可能就是带像意大利法国的服饰 那他如果去日本话就会带回来日本制的服饰 那其实那个年代也都相同有一些就是有名的设计师 然后他会带那些杂志回来 所以就是有受到那些的启蒙 对 好那你个人的专长蛮多就是跟日本有关系 与其说跟日本有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说跟美学跟艺术色彩的部分比较有关系 因为我喜欢色彩也喜欢跟艺术有关的 所以刚好我现在学习的东西 也刚好是跟日本有点文化的渊源 然后跟艺术也有关系这样子 然后是不是也是因为日本很近 所以也只有三不五时常常会过去那边 也没有说常常过去啦 可是我觉得 因为想要和服达人那不就是一定跟日本关系很深吗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比较起来的话 日本的文化其实跟相对来比的话 跟台湾人的文化还是比较有关系 因为可能我自己也比较是个吃货 我觉得欧美的食物吃不太习惯 那日本白饭类的东西我个人比较喜欢 但是因为饮食的关系 吃货 所以你喜欢日本的口味是不是 可能白饭的部分都很喜欢啦 对 可是还是比较喜欢热腾腾的食物 你现在还有主业吗 你主业就是教学了吧 是不是 现在主业其实感觉好像 因为疫情的关系 感觉现在好像真的比较偏教学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直播间 然后其实像我不是做直播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视讯的方式 所以我的学生就会有像新加坡的学生 香港的学生 澳门的学生 那样是透过线上教学的部分 然后帮他们教课 那当然台湾学生 如果是中南部的学生 也可以透过视讯的部分来做教学 所以感觉现在好像 和服已经快不是主业的感觉 所以你视讯教什么 教色彩学 然后还有教穿搭 然后跟艺术美感有关的东西 对 就教他们配色就对 怎么穿衣服 对 怎么穿衣服怎么配色 还有就是说 你如何把美感的东西置信在生活当中 而不是说 你去嫌弃 可能例如说台湾的美学哪里不好 可是你有没有从你自己本身做起 就是说我要让美学在我身上看得到 然后告诉别人 美学的东西其实随处可见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传达的部分 不要急着嫌弃先自己带头去 没有办法办成婚礼 那所以就变成说 那你这样子收入就会略减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你会突然之间发现 我好像能做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当然在疫情当下 三级的时候 其实跟小孩关在家 因为小孩上不了学 然后就是每天在家 然后就是画画 然后就是你跟心里的对话 然后画画之后发现 疫情也在改变 然后后来发现 好像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所以你就进入酒精化 对对酒精流动化 然后开始 就是疫情这段时间摸索的 对当然疫情刚开始那时候 然后就是接触了酒精流动化 然后发现 其实我好像也会画画那种感觉 因为它是比较随性的 比较心灵的 然后就是透过你喜欢的色彩 然后去做画作上的变化 所以酒精流动的意思 就是用酒精做材料 它是酒精性的颜料 应该算麦克比之类的 类似那种材质的颜料 补充的颜料下去画画 那它流动性很强就对 对它流动性很强 比一般的压克力化 其实流动力还更强 而且其实它很快就干了 那一般现在可能 有些人在体验的 那个压克力流动化 它可能必须需要 可能隔天或是两三天之后 它才会全干 那我们那个在创作过程 它当下它其实马上就干了 所以瞬间就是永恒 化完就固定了 不用改来改去 很快就会有成就感 对而且觉得透过 有点艺术治疗自己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 不然其实三级那时候 因为家里鞋对面就是医院 而且是蛮大的设计医院 所以就偶音 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 不是很开心那种感觉 因为压力蛮大的 因为当然是刚才工作部分也有 那当然还有就是 你突然会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变得不一样 因为你往楼下看 街上完全没有半个人 一片空荡 那只有救护车的回音 一直来来回回 对可是后来发现 其实你也找出了另外一个出路 然后开始在教学部分 那我觉得三人行必有我思 也在学生身上也学到蛮多东西 那也会调整自己对于美学 跟艺术的推广的心态 你刚刚有讲到三级关在家里 那小孩也关在家里 那你觉得你这么多年 算是艺术涵养或美学修养 你觉得对你的小孩有身教吗 有影响吗 他穿着会特别在意吗 穿着每个年纪 每个年纪喜欢的不一样 那他现在这个年纪 可能是比较有点走中性风格 可是就是还是有跟他说一些 可能美学的东西 因为像三级部分 因为插话 学了三四多年了 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插话 只是说家里有一些 现有的材料 因为家里也有裁缝机 然后教小孩子做衣服 因为我会用缝纫机 然后就帮小熊做衣服 那可能就是说 我也教他用酒精流动画画画 那其实小朋友的美学 跟他们创作能力 其实大人常常会觉得说 小朋友还小 什么都不懂 可是其实有时候 我在教小朋友过程中 我发现小孩子的悟性 其实比大人还要高 然后你一教他 他瞬间他就会了 甚至他做的比你好 然后你就会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他比我厉害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小孩子他们在于 美学艺术的创作 其实常常是 他们最后做出来的作品 跟你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 出乎无意料 对 所以不要去觉得说 小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现在 对于美学教育在推广 到小朋友这一部分 我也是用这种心态 就是 其实你要把小孩子的年龄 你觉得说他现在十岁 可是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就他是十二岁 那你这样教导他 发现他做的真的就是 十二岁的那种水准的感觉 对 你超龄的教 他自然就表现出超龄 对 所以我觉得 蛮有趣的 这种教育方式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但是每天早上出门 他会 烦恼要穿什么吗 还是你会给他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睡觉 所以 到现在还是啊 对他自己穿 可能只有他在上小学一年级 刚开学那一阵子 我有早上起床 一年级一定要陪啦 对对对 后来就是自己上下学 就不要管 那个我先生会处理 所以那时候妈妈还是谁 因为你知道艺术家晚上需要放空留白 所以没有办法找睡 所以你晚上都在创作吗 画画还是 有时候晚上可能不是创作 可能有时候晚上会听音乐 然后有时候是画小说 可是有时候小说 我真的看进去 可能只有看进去50% 那我会突然想到说 我可能要看什么东西 那或者是说 我突然想说 我可能最近想要看 哪个年代的艺术史 那我就会可能拿出来翻一下 那你在编番的过程中 其实你也在想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变化到 什么样的地方去 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创作 结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晚上我有时候 可能就是发呆放空留白 我觉得这是对艺术家最好的 一件事情 放空也是必须之外 对 那其实黄老师的专业非常多 那我们先从和服专业来讲 你在早期也出了一本和服的书 对不对 对 就是教你怎么穿 然后怎么拍照 而且台湾现在蛮多那种古迹的复古 日式建筑把它这个复原了 所以是不是也带动了很多 和服租借的这个产业 我觉得其实是有带动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可能早期其实和服的店家不是那么多 对 那后来因为可能大家学了和服 那台湾部分有开始有人在教学 所以开始大家学了和服之后 也可以再去开类似的租借的公司 然后再租借给一半的客人 因为主要是和服很贵 所以一般人很难入手 和服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有分单价 那有一些衣服的部分 如果说你是要那种 我那边其实有一些是结婚的衣服 那它当然它的单价会比较高 因为它上面的都是针丝 就是证券 然后上面的金线都是金箔包的线 那那种单价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如果是成衣的部分 它有分中国制跟日本制 那它的单价相对就在比较低 那还有一种和服 它是不是和服工厂做的 不是和财工厂 就是一般的成衣工厂 可是它一样可以做出像 类似和服的那种车工 那那个单价就又更低 所以有些进货可能是像淘宝 或者是说 日本他们其实有一些卖给观光客店家 他们的进货来源也是那样子 那相对的 竞价成本就稍微低很多了 所以它的售价空间就放得很大 便宜还是有便宜 便宜到单价高的都有 像我那边也有那种 几十万日币的衣服 甚至说再更高都有 那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来说 是日币可能几千块的都有 所以要看是什么样的服装 然后腰带 因为那个价钱其实 那个高地落差蛮大的 跳过刚刚这些等级不讲的话 相对来讲是不是寓意 它又比和服便宜一点 对对对 因为它比较轻薄 尤其现在发现很多寓意的车工 就是像乌日 他们那种快时尚的 成衣工厂的车工 因为我是念服装相关 所以尤其小时候看妈妈 很多高级的服装 我都会翻过来看她后面的车工 所以为什么很多高档的名牌店的包包 她的服装会卖得那么贵 其实她有一部分是贵在品牌没有错 可是有部分真的是对于他们公益的追求跟执着 因为她要花很多物料才能够对好 对对对对 对的话是真的最耗不了的 所以那个耗不了也是她成本就要反映在售价 好那我们讲了这个价钱之后 那到底真的如果说有心你买到一件 这个不管是浴衣或和服 那到底平常怎么保养 因为穿这个透过老师教还是会穿 保养最难 财词部分有分 像如果说我刚才说的一些单价比较低 他们可能是像浴衣就是棉制的 那甚至说它的棉里面有含 是不是还有很多化纤的成分在里面 那再来就是一般的化纤的和服 那坦白说啦 虽然说我也知道真思的和服 它非常的高级 价格非常的昂贵 可是我其实不是那么推荐一般的客人 选择这种东西 因为很怕一般的客人 他们不会保养保存 放到坏 放到发黄 然后有黄斑 那像我自己的保存都是 我公司有一间是专门开着冷气 24小时 然后是给衣服吹不是给人吹的 对那可能就是透过湿度温度的部分 然后下去保存 甚至我的衣服 最近疫情期间稍微有比较松一点 可能对我自己的部分有比较松一点 因为我不太在外面吃东西 而是以前我公司是真的规定 任何人不准在公司吃东西 包含有时候我女儿在公司 她要吃任何东西都不行 她都要走到外面去 在电梯门口吃 是怕那个屑屑吗 怕屑屑还有就是怕食物的味道 就是我 沾到衣服上 应该是说空气中不是沾到衣服 因为衣服都另外单独瘦 那个空气中有食物的味道 他其实他会容易像小墙啊 蟑螂他们就容易跑过来 那他们喜欢吃蒸丝布料的那种 因为那是动物性蛋白质 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 应该那个材质是动物性蛋白质 他们喜欢吃 我懂 只要吸引他来可能就会吃你的蒸丝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边就是尽量是做到很好的保存的环境 可是一般人的家中不可能 如果家里又有人抽烟的话 那那个烟味都会附着在衣服上 所以就是买便宜的就好是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买便宜 如果说你们真的要很高级的衣服 其实我可能会建议说 除非说你真的觉得说 你想要好好的收藏 有这个余力的话 你想要好好收藏去买高级和服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 你不需要到这种程度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先从一般的和服开始 那如果说你有那种保存条件的话 我觉得你再买好一点的衣服 可能你觉得说你买回来 那保存不良就算了 可是衣服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灵魂跟生命 我是自己这样觉得 所以我觉得要善待他们 对 可是我看到人家那个日本的房子 好像都是平放对不对 对他们是平放 不是吊起来的 对我那边也是平放 不是吊起来的 所以都是放在柜子上面 然后就是用平放的方式 所以你的家里还要有适当的空间吗 因为平放就很站 我是放在公司 然后有专门 对对有专门的柜子 然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对那一般人家里如果没有办法 那到底怎么放 他们有的人是一直吊折 然后所以 可是一直吊折是衣服上面的折线会跑掉 那再来就是说他可能容易会有皱折 那平放的话我都会问客人说 你家的衣柜大概多大 那如果说衣柜很大的话 那你可以折到怎么 大概几公分 那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是稍微再折小点 可是也不建议折太小 然后再去重压它 因为衣服上面又会有折痕 会有新的折痕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比较在意细节的 因为你是达人 也不是可能有点 好那如果真的穿完之后 怎么保养怎么清洗 通常如果是真吃的话 我们是尽量不洗 因为和服里面还要穿蛮多 不同的什么内衬 内衬对 所以通常是洗内衬 那外面的衣服部分跟腰带 因为都是比较高级的衣服 我们是不洗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那种 成衣啊 它都是化线的化 那都可以洗 直接水洗 大部分的那个 都可以直接水洗 我看到有些人是喷酒精 如果高档的衣服 或是高凉酒 那是戏服才能喷酒精 我们以前那个国剧 我知道我知道 国剧是喷酒精 所以和服不是这样子 和服不能喷酒精 我知道像传统的那种剧团 他们那种歌载戏之类 他们那种都是喷酒精 可是像和服部分 他没有办法喷酒精 因为我觉得不晓得是工艺不一样还是怎样 而且因为你穿了 可能会觉得全身都是酒味吧 反正主要是你们里面还穿好几件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还不需要喷到酒精 我们刚刚讲的是和服 那其实那本书也出一段时间了 好像大概2013还是2014 因为那个城邦出版社 那时候有找一些摄影师 所以是由摄影师负责帮他们穿上 就是帮他们排长 那我今天负责帮他们穿和服 这样子 真的穿和服还要上课对不对 对是的 没错 不能够买了就会穿 买了就会穿就会穿的不好 其实有时候我去日本 我看街上日本了 有时候都想要把他装过来重新帮他 绑腰带 所以不是日本人就会穿 还是要学习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因为曾经也有工作的经验是 帮好像大概六七十岁的日本太太穿 然后还打开门 看到是个台湾人 然后又那么年轻 然后就觉得说 感觉就是 看你没有 对对对 类似那种感觉 可是最后帮他们穿完 其实你的技术好不好 其实是在你帮他们穿衣服 那过程中 其实我们都 我常规定学生说 你穿衣服要怎样动作 姿态才会优美 因为其实客人在看你穿的时候 他也是一道风景 你的动作 你的身段 你的姿态 也是一道漂亮的风景 你帮他穿衣服也是风景 所以要 对你的动作 你的 对 然后他们帮我 就是我帮他们穿完和服之后 他们看我的动作 然后也是很快很利落 然后他们后来就是九十度鞠躬 然后进你送我到电梯 然后他们可能也觉得说 可能刚才开门那种 态度好像不是很 有点失礼 对 然后还另外一人又塞了一千块的消费 然后用卫生子 因为很紧急 然后包 然后塞给我 我说 老师谢谢你麻烦 就说了很多客套的话 这样子 这个就跟我骑摩托车旅行采访 一开始人 谁要跳都买来 你在干嘛 诈骗集团 到最后影片出来 老师谢谢 90度 真的很好 怎么样 对 就是类似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本书当时的那个状态 就是你等于是一个作者兼顾问就对了 写说部分 当然朋友那个文文轩博士 他也帮忙写了一部分的东西 然后只是说在于 可能有些摄影的动作啊 或是有一些 就专业摄影师去摆pose 对 对 对 因为和服其实不是说 你穿了 然后你要随便摆一些大拉拉的动作就可以 因为他还是有一些的礼节的部分 包含了脚要怎么站啊 鞋子要怎么穿 对 所以其实你们也有讲到这些 因为我找年的兴趣 其实我玩过 玩过摄影啊 就是业余的这样子 就很喜欢穿和服拍照就对 没有 那时候是单纯的摄影 而且是从黑白底片开始 然后玩到数位单眼这样子 对 而且也有去比赛过摄影比赛 你找情绪 所以你有摄影的一个素养 对 就是因为你喜欢画面的东西 构图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会很喜欢 跟任何美感有关的东西 所以后来红到最近还常常有一些电视 或拱后会找你去拍 你穿和服对不对 就是我帮客人穿 你说我示范啊 示范的话有啊 之前那个故宫他们在找 那个和服示范的老师的时候 他又找到我这边对 然后就是拍和服 然后本来他们也是盯着 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拍过和服 这种影片 然后本来大家盯着 后来大家发现好像蛮顺利的 然后就没有人在管 我在干嘛 然后就整个拍摄的现场 就只剩下我跟摄影师两个人的感觉 然后其他都是滑手机的滑手机 我懂 发现你是专家之后他们就不用管 对本来还有一个sample 就是说我们按表操控 我们要怎样的画面 要怎么拍干嘛 然后后来发现 都蛮符合预期中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没在管 就故宫的那个小姐们 他们觉得老师做得很好 好我们就这样子继续 对 然后只是说因为拍摄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就是因为画面会有比较远景 然后比较 重复穿啊 大概好像那天穿了四次还几次 然后正面侧面一点点 然后特写 穿好几遍 然后他镜头会变幻 对对对 感觉这也穿到快睡着的感觉 好这是和服的部分 但另外一个专长的是色彩学 是 色彩学这个真的有点笼统 我有时候都觉得说 我们在研究色彩 这一般人到底需要了解到那么多吗 因为色彩其实有分像 电影的色彩美学 平面设计的色彩美学 还有穿搭的色彩美学 其实都是不太一样 那还有包含像电脑里面的 有没有 他软体里面的色彩学 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目前教的是 比较是跟个人穿搭 有关的个人色彩 就是你怎样的颜色 穿的看起来 肤色会比较好看 然后你穿什么样颜色 肤色看起来会比较暗淡 然后甚至说 你穿有些衣服的颜色 人会看起来比较浮重 它会影响你的气色 我懂 就是我们的外观 可能来不及改造 可以透过衣服或颜色的变化 对 然后甚至说 有些人他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 有些细纹 斑 鱼尾纹 那我们可以透过色彩的属性 去帮他调整 然后让他的斑 看起来比较不明显 所以你还要当色彩顾问就对 对 目前是色彩讲师 那可以教像日本JPCA的 那个色彩协会的证照的课程 所以就是 色彩还要认证 对 它是在日本的一个色彩的协会 那我们有 像我有教 就是从初级 然后到色彩顾问助理 然后到色彩顾问这样子 那因为我目前是讲师 所以可以教他们 这几种不同的等级 然后 所以日本有这种色彩的职业 对 那台湾好像没有 台湾目前 就混在艺术家里面了 也没有 台湾目前才刚开始发芽 这个认证才开始 台湾是 因为我是好像2013还是201级 就是它发展的速度 其实没有很快 目前这个增长 它算是国际 我们几乎每年都是同时 跟日本跟韩国 还有台湾一起考试的 就是同一天考试 那韩国他们那边 对于色彩 个人色彩这一块发展的 我觉得比台湾还快 他们引进的好像比台湾晚 可是他们发展的比台湾快 因为那边的人比较注重 外在形象 对没错 连男生都化妆的 对 真的 讲到韩国 那他们医美因为很流行 所以他们年轻人都很时尚 那当然穿着也要很在意 对 那相比之下 好像台湾这边 好像就有比较弱一点点 我们台湾都苦干实干 对 其实我觉得形象 就是你穿搭的色彩形象 服装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影响 你一个人在外面职场 给人家的感受 但是这几年疫情因为戴口罩 那不就对你们这个行业就有点阻碍 因为大家反正盖了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太化妆了 对 可是刚开始会觉得好像是有这种感觉 可是来找的还是会有些客人来我这边 因为现在流行断舍礼 那你要通过断舍礼之后 你知道自己的适合什么样颜色 那不适合你的颜色就可以丢掉了 所以最近有一部分的学生 就是找我测舍的学员们 他们是去学了断舍礼的课程之后 然后觉得说 自己的衣柜也需要断舍礼 然后来测舍 进阶又来找你 对 就是挑什么样的色彩适合 那不适合的就真的把它清空 对 就清空 然后衣柜就可以扫一半 然后再买新的 那不是恶性循环 至少买 重买的会比较适合自己 不会说你买了 因为我觉得衣服最可惜是你买了不穿不用 有时候是因为特价 一次买到位 一整年的份 对 所以就是要理性的购物 算比较难 是啊 好 那最后黄老师 你有没有打算再出新书 因为这几年你的这个专业能力 又增强了很多 又多了很多专业 是有在考虑 可是如果说再出新的书 可能会想要结合 很多自己手边的一些专长 然后来重新再去构思一下 看要出哪方面的书 可能跟色彩跟和服有关的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可是我还是比较想推动 可能美感艺术教育这一块的部分 这个很缺 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很缺 我觉得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台湾没有美学 可是我觉得不是台湾没有美学 是你们没有把美学放在内心 对 只用嘴巴讲是不够的 对 就是你真的要去实践 然后我觉得生活美学 也是大家可以实践的一个 对 你怎么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而且我觉得 其实美学这种东西 刚开始要分有意识跟无意识 其实很多人都是 没有意识到美这件事情 可是当你是有意识 去观察到每件事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真的我们少了美的东西 在生活当中 因为我也很常跟 色彩学的学生们分享这一块 对 对我们看到网路上常常大家讲 这个日本的街道就很干净 台湾街道就很脏乱 就差别很大 每次都这样比较 因为大家都理所当然的走在路上 就是先天的美学就真的有落差 对对对对 因为日本那边他们小朋友们 因为我在学日式插花 像日式插花部分 他们有个是叫花育 花朵的花 教育的育 他们是从幼稚园的小朋友 就开始教他们学习如何爱花 那我们要怎么插花 然后去观察四季中的变化 他们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做起 那在色彩学的部分的话 他们好像是中学的部分 他们有一套教材 是专门给中学生 而且是分中学一年级 中学二年级跟中学三年级 然后去告诉他们色彩学 还有摄像环的变化 颜色很深的 我们是叫什么 什么高明度低明度 就是有一些色彩专有的名词 那我觉得这是台湾目前 比较欠缺的 因为小时候上的美术教 那个课程 就是你在画那个 曼晒的那个摄像环 然后好像现在小朋友 也还在画这个东西 而这问题是 我觉得他对于学习颜色的配色 就是没有那么具体 帮助不大 对 是有教小朋友说 我们颜色是怎样的变化 可是就学完这些 我觉得还有很多色彩的教育 是可以再去启蒙的 希望教育部可以听到 然后好好的规划一下 以后你有兴趣 也会推动一些艺术教育 艺术美学教育 对对对 因为现在有一些 像学校的部分 如果有在邀请的话 我其实有连带 连那个服装艺术史的部分 也有写进去 那个我要讲的 那个题目里面 就是因为它是好几个 不同的课程嘛 就从色彩学啊 然后怎么做设计 怎么去发想 然后到艺术史的部分 服装史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一个 小朋友应该可以学习的东西 嗯 好 今天非常谢谢黄敬寅老师 所以我们介绍到色彩美学 艺术和服专业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